第2章的轉彈 之前有玩家問影片28.5SJS1的直播位 這個直接略過災厄加農戰是怎麼做到的 原本想用文字說明而已 但問了玩家不少,所以追加個回憶篇 首先看個小短片 注意觀察有沒有哪裡怪怪的 再看一次 過場動畫結束後風咒被打了一下 早期的訂閱者如果有看過影片請應該記得這個技巧 也就是過場傷害damage during cutscene 即在過場時攻擊物體會停在空中包含頭子 雖然是空間上的停滯 但在過場動畫中仍然是有傷害判定的 像這個例子兵艦剛好停在守護者的位置進入過場 所以守護者上來後馬上被停滯中的兵艦截動 但加農比較特別,他在過場過程中會一直動 他在過場時接觸停滯中的傷害判定 會不停觸發傷害 所以玩家只要讓弓箭正確停留在他過場出現的位置 就可以把他一擊斃殺,沒死也半條命 這個技巧的條件是不得跳過必要的過場 在2加能的話不得跳過第一個或第三個過場 保留第一個過場的話 只要觸發完所有傷害就可以掠過 傷害發生後就可以掠過第2和第3個過場了 成功的話,加能身上的光會消失 會消失 只想用最美面子的最終Boss 一般可以跳射或直接移动 虚清楚界限位置 若是以影片中这个门触发 用大救攻加木剑 对着这个门拱顶射 并前进触发过场即可 怕打不死的话 可以换人马弓或古代弓箭 或吃三弓 这段示范的是略过第一第二个过场 保留第三个 如果这时候没有看到加农 就表示成功了 保留第三段的话 伤害会在这一发生 等他叫完就可以掠过了 保留第三个过场的话 加农还是会发光 顺便补充一下 任何人会打风筹的setup 入口以正门右侧的门为主 射箭位置如影片所示 开陀螺仪的话一般会按暂停来稳定射箭 然后按着B解除暂停并往前跑 第一个过场可以掠过 成功时风咒出现后会像客的摇头丸似的摇头晃脑 当音乐结束时掠过动画成功率会上升一点点 这就是any person speedrun略过风咒的流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红杰同学 高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